希望下载那个奇交所的那个外汇汇率的历史资料的话 那这边有个连结 那也是从那个我们的那个开放资料里面找到的 这个是从那个金管会提供的资料 那另外它的类别是投资理财 而且投资理财的这个相关项目其实还蛮多的 不只外汇啦 那当然我习惯这个投资理财 你可以找那个投资理财这个类别 那里面的话你可以从那个下载次数多的到少 我习惯就是再把它排序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最多人使用的资料 这边有什么各股日收盘价 月平均价这边都有 有关股票的 有关上市这也是股票的 好像前几个都跟股票有关系 然后底下的话才有就是这个什么 每日的外币参考汇率 这边这个好像跟我们下载的 就好像就是这一个的样子 那再来的话本国银行排名等等的 跟银行有关 所以后面其实可以练习的还蛮多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这个范例好了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找到这个范例之后的话 那先第一件事先检视一下资料 那第一个的话它连结在这边 它的那个编码方式的话是BIG5 所以用CP95就可以 那如果说今天假如说我要练习 一样我希望把这个资料帮我下载下来 并且就存到资料库里面去的话 那该怎么办 OK 所以这个当然你可以套用 刚刚的练习 有没有 所以你也可以分几个阶段来完成 第一个的话就先下载 第二个的话下载完之后切割 切割 那它切割目标就是把它切割 先切 切一行 有没有 就是每一行切一个 每一行切一个 那第二阶段再去切斗点 然后等于是放在例子一 再放在例子二 然后再把例子二的资料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就OK了 这个第一个目标 所以也有点像是复习前面的东西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一题也许我就会再增加一点东西 就是增加那个绘图的部分 因为理论上常常那个爬虫会跟绘图结合在一起 就是说爬到之下马上变成这个所谓的图像化 那图像化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看这个什么 台币对美元的汇率 说实上你看这个数字 当然你是可以判断的出到底哪个高哪个低 可是问题 如果你这样看 其实说真的你要看到每一天的变化 倒不如画个折线图就OK 有没有 所以我是希望最后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再把它输出成一个所谓的那个折线图 类似像这样 那折线图的话它会跳出来 有没有 看得出来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底下这有一段时间 有没有 大概到12月份的 大概12月初的时候呢 有一波是下跌的 然后突然又上涨 所以你看看图跟看数字 相较之下 当然看那个图会简单许多 只是说要怎么样把折线图快速的绘制出来 甚至这个图其实是可以存档的 将来如果你要把这个图存档放在PPT里面秀其实也OK的 好那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就是把它下载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 先把它下载 然后配合那个刚刚这道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假如先把它写到资料库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我就是直接拿前面的这个 这个 汽车切到的资料下载部分 拿来做修改 那也当然第一个了 我就把上面 也许你可以分成几个步骤完成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先分成上面 等于一到十行的这一段程式 那其实你会发现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那我改哪些地方 我们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改了几个地方比较重要 当然我那个资料库名称没改 也就是把它放在一起都没关系 那主要是修改什么 修改它的资料表的名称 本来叫Car01嘛 那我把它改成叫Rent01 有没有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我需要建那个资料表 那资料表因为你要放这个资料 几个罗坡就几个坑 所以这个资料里面你可能要算一下 总共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这个资料栏数 刚好从日期一直算到纽币美元 总共十一个栏位 OK 所以如果有十一个栏位 那你就要十一个栏 十一个栏给它 你不能少一栏哦 一个罗坡一个坑 你如果少一个坑它就放不进去了 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第二个的话 你要思考 那这些资料 应该用哪一种 哪一种形态会比较恰当 OK 那当然 如果你实在不想要思考 你全部用Test都OK Test 那只是说呢 因为将来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如果它把它当Test的话 那将来它就不具备有数字的含义哦 所以它如果排序的时候 哇你会排得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它不按照大到小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它没有办法排序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所以呢 如果假如说 尤其是我们后面要画图表 那画图表一定还是由高到低 会有数字的概念 所以这里的话 我在建那个资料表栏位的时候 有没有 那我后面一律改成Double OK 如果你不改 Double Double 跟那个Integer最大的差别 它Integer的整数啦 其实就对应到Python就int 那Double的话呢 对应到那个Python里面就是float float 这个资料形态 那总共的话呢 刚好就是对照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栏数 刚好到K啦 其实这个当然你可以把那个 这个资料下载下来 你大概就知道说 它的栏数到哪里 其实我这个有点像模拟那个什么 模仿那个Excel 里面的话就是A到K栏 OK A到K 刚好到K 底下这边怎么多一些不应该 另外它Run嘛 那可能它的那个 它这个应该是UTF 它BIG5 不过它应该点这个 应该点这个连结吧 OK 那打开之后 这边就对了 那你会发现它就刚好A到K 所以这个栏数的话呢 刚好就11个栏位 那里面的话因为都有小数点 所以呢 记得我这里面都用Double 那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日期部分呢 它虽然看起来 好像是我们看得懂的日期 可是我们看得懂不代表 这个Python看得懂 因为呢 理论上应该比较标准的日期格式 如果在Excel里面是加斜线 有没有 2021斜线 11月斜线01 那问题你会发现 这里面其实它没有斜线 那没有斜线的话特别重要 如果Python看到这个资料 它看不懂日期 所以它也会乱掉 所以怎么办 你可能要把它恢复 OK 最好是年月是中间加斜线 OK 所以这个等于是后面我们要特别小心的部分 那我知道这些栏数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就可以了 把这一些栏位的数量 A到K 然后栏的形态 我第一栏给Test 其他用Double 然后呢 再来就是怎么样 建好这个资料库 建好资料表 资料表名称就是Range01 然后资料栏位就是A到K 然后它的形态就是Test到Double 接下来就是去下载资料 所以呢 把刚刚这个 我们的request.get 这一串这个什么网址把它贴上去 所以这个网址的话是从 我们的那个网页里面的这个连结 把它复制贴过来 那就是抓 那一样是CP950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先print 确定说这个资料有下载下来 那一样呢 底下我们先做什么 先做切割 那切割的话 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过 我们可以分两阶段切 第一阶段是切行 一行一行切 第二阶段是切里面的逗点 有没有 所以呢 第一阶段是切行 就是反斜线R反斜线N 所以放在List1里面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避开栏位名称 所以呢 从1开始 到全部记得-1来 因为一样的 好像一样的状况 最后一个是空的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 把它切割完之后 放在List2 List2里面的话呢 它长的就是像旁边这边看到的 就是一个一个的串列 那一个串列里面就放11个资料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11个资料怎么样 分别把它写进去 不过写进去 因为栏数非常多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建议还是用所谓的format 有没有 format的话呢 它就是insert into到这个资料表名称 然后value后面的话刚好 大瓜糊就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栏位数 刚好就11个大瓜糊 那因为第一个是文字 所以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test 所以第一个前后有单引号 那double的话呢 因为它是数字 所以前后没有单引号 OK 有没有 这个大瓜糊前后只有这个有单引号 其他都没有 那format的话呢 就分别从0 因为11嘛 所以到到到到10 分别把它放到里面 哇所以你会发现insert into这一串 这么长 那记得不要打错就OK 把它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应好之后的话 那再来就insert into 就把这些资料呢 通通倒进去 那我们就写入成功了 那我刚刚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把它执行一下 写入成功 那看一下 那我假设一样 我用那个什么 sequentline这个browser 这个比较简单 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写了好几个table了 有没有 database 那这个 我们刚刚写进来的是这个range 那你会发现 它这边有A到K 而且形态会显示出来 第一个是test 其他都double 那我们来看一下资料 到底有没有写进来 abrowse data 那这边有这么多个table 其中的话range01 这边就有了 总共比数应该37比吧 那可以看到呢 这边就是7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相关汇率 ok 那一样 因为我们栏位名称 没有特别去取那个特殊的名称 所以我们有点像模仿那个ecell 所以A到K 上面名称A到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写入成功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希望 假如说呢 我想要画图 那我们第二阶段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请各位 如果说呢 下一阶段 我希望呢 再加上绘图 那绘图部分的话 请各位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的第12个单元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看一下 有关那个绘图部分 这边有个超连结 这个是Mate Prime Lab 它的官方的网站 里面的话会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个套件 不过 里面 非常的复杂 说明非常详细 但是 里面的城市很多 所以 我们尽可能就是挑一些重点 反正 城市其实说的能量就那几行 其他多的 不见得一定要加 我们慢慢把城市加进来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如果要画质条图的话 主要 有一个简单的sample 这个sample的话 第一个 我们需要用到这一个 这个套件 叫做Mate Price Lab 这个 OK 所以 如果假如你run了之后 我刚run了一下 我发现 好像我预设的这个环境 刚好没装 所以等一下 你们可能要自己手动装 如果没装 好像没办法跑 其实我印象中好像有装 不过没关系 反正把它装进来而已 那再来的话 要怎么样可以画这个图 其实 主要需要增加两个东西给它 两个串列 一个串列的话 叫做List X 假设这个名称 一个叫List Y 那这两个什么作用呢 主要是说 这个List X 是给横轴用的 那List Y的话 是给纵轴用的 所以横轴纵轴主要是要两个什么 两个串列 所以如果你给它两个串列 它就帮你把图也汇制出来了 所以如果同样的道理 假如说我要拿这个来汇制什么 汇制美元对新台币汇率的话 那特别至于横轴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资料 日期嘛对不对 那纵轴的话呢就是汇率嘛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们只要取得两个栏位 拿两个栏位 其实就是这一个栏位 日期跟美元这个栏位 所以这两个栏位 只要 这个栏位呢 丢给那个List X 这个栏位的话呢 丢给那个List Y 那它就会帮我把图画出来 原则上大概是这样 当然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如果用那个什么 Ease有来试做的话 大概原则上这样 就有点像是 把这两栏选起来 然后Ctrl-Shield向下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然后再什么 插入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折线图 那我习惯有节点的啦 比如说有节点是这个 有没有 很有标记的啦 把它按下去 它就帮我画出来 不过呢 你会发现 老师为什么画出来 好像怪怪的 为什么呢 跟各位讲原因 何在 看得出来吗 有没有发现 它把日期也当成是歪轴 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我刚刚讲的 它看不懂这个是日期 也就是说 应该日期应该是什么 年 有没有 斜线 月斜线 所以哦 假如说你要绘图之前 可能还要先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把这个有没有 这个栏位 做一个 怎么样 修正 把它变成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那如果啦 假设我们用那个 Excel里面来讲解的话 你可能要需要用Date 那Date的话 你就是取它这个资料的 年的话应该是 前四个字吧 所以你可能就用Late 有没有 然后去抓什么 抓它前四个字 有没有 2021吧 就是把年跟月分别抓出来 然后放在Date函数里面 它就会得到正确的日期 那Mid的话 月份的话应该是从第几个字 从第五个字嘛 取几个字 取两个字 刚好月 那日的话呢 刚好从右边 从右边 从Write Write取几个字呢 取 这边 右边的 两个字 各位可以看到了 它就帮我格式化成标准的日期 就按确定的话 那这个才是正确的 宽度把它调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喔 这个就可以砍掉了 不过砍掉之前 这边可能要 你不能直接砍 因为你如果直接砍的话 它的来源不见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一般 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Ctrl-C 然后把它选择性贴上 贴成什么 贴成直嘛 有没有 然后再把这一栏给砍掉 这样就OK了 不过这样好像有点花时间 其实可以写VBA更快 当然我们现在讨论这个 那你会发现喔 这个把它修正之后 再选取这两栏 再插入直额线图的话 你会发现喔 它的结果就会怎么样 就突然间变正常了 有没有发现 那同样的问题 其实也会出现在任何的程式里面 也就是说 如果你给的 看起来好像是标准日期 但实际上不是的话 那你恐怕就要把它修正一下 OK 好 那如果说啦 这个是在Excel里面做出来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换在Python里面 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重点喔 特别注意喔 你们可以参考那个第十二个单元里面喔 就是把那个喔 日期放在X 把这个美元兑新台率放在Y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丢给那个MathPryLab 让它去跑 最后把它秀出来 它的图就画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喔 把刚刚那个资料库完成之后再思考一下 要怎么样可以喔 丢两栏资料 给那个绘图喔 就先试试看喔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